有著近百年歷史的 吉隆坡鬼仔像 在改造計畫下改頭換面 重新粉刷翻新 晉升成為遊客拍照打卡景點 但是新鬼仔像 已然失去原有傳統風貌 學者痛斥 老街原有風土人情 荡然無存 鬼仔像改造計畫 讓這條鄰近吉隆坡磁場街 具有濃厚華人文化歷史的 鬼仔像翻新重生 畫上大批壁畫 翻新原本是一件喜事 但是有專家擔心 財團這次改造計畫 不僅欠缺老街獨有的文化價值 更讓原本屬於老建築的風土人情 荡然無存 UCSI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痛斥 鬼仔像的改造計畫過於倉促 被注入過多新的元素 破壞古蹟原有的生態 我們往往因為這些新的壁畫 這些新的元素加進去過後 事實上我們到了這個地方的目的 已經變質了 我們真正的原因來到這個地方 是因為這個地方真實的價值 比如說我們一直不斷還在提鬼仔像 那鬼仔像到底它什麼東西 才成為一個鬼仔像 是這些壁畫成為鬼仔像嗎 還是過去的這些歷史故事成為鬼仔像 鬼仔像煥然異星之後評價褒貶不一 有民眾認為鬼仔像舊風情不在 但也有人認為這一次的翻新工程 可以讓破舊的老街注入新的生命 有客戶會來這邊拍照這樣子 可能這邊可能會知道那些吃店會有生意的話 那些人都可以找到好的收入這樣子 你一定要跟著樓的嘛 沒有得好的話要翻轉樓 那個鐘不要翻轉樓的要走前 所以現在它會一直走新的出 舊的是要什麼的 無論如何鬼仔像以全新面貌出現之後 是否能夠為附近的商家帶來商機 還不得知 但曾經的老建築遺跡顯然已經受到破壞 過去老街坊的記憶或許只能憑藉照片緬懷 我覺得這件衣服 坐下這一件衣服 我覺得你很喜歡 這一件衣服 好,от抵就在